为了关心秀林乡检测人员们的辛劳 立委孔文吉、秀林乡长王玫瑰 前往各村部落检测站来为检测人员加油打气 同时也带来饮料和口罩 慰绕大家的辛劳 立委孔文吉含秀林乡长王玫瑰 双双前往秀林乡各村各部落的检测站 来为部落检测人员加油打气 包括立委孔文吉、台北办公室主任杨清次 花园服务处主任吴绣华 秀林乡们代表蔡培果、点益龙和文兰村上田文才 共同来了解大家的手术状况 同时也肯定大家的努力 文吉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秀林乡的榕树防疫工作站 我看到我们榕树防疫工作站 志工都非常自动自发 来保护自己的部落 保护我们主任的健康 这样的精神我非常敬佩 我们的防疫工作站是6月1号开始启动 那刚才我问了王乡长 在我们秀林乡可以说是全国最多的 总共防疫工作站跟管制站加起来是50个站 要维持这么多的人口 这个对我们乡工作财力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刚好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有一个叫安心立即上工计划 那文吉之前在党团协商的时候有提到安心立即上工计划 去年有申请 今年疫情特别严重 还可以重复申请 并没有这个说6个月的限制这样 后来这个案子也通过了 所以呢 王乡长他就用了安心立即上工计划 总共在秀林乡进用了138个人 这样的话就可以照顾到我们部落的整个防疫工作站的需求 秀林乡公所设立了50个管制站跟检测站 所以真的人力的需求非常庞大 当时其实在设这个站之前我非常的忧心 但是还是要谢谢我们孔立委在议会会议的时候 有提出这样的一个部落的一个需求 让我们午后顾之忧积极的来跟中央争取 那这次争取了138位的我们安心立即上工的族人 他们也非常开心 因为在疫情期间失业的人非常多 真的是不可想象 那在这里我还是要谢谢我们圆明会 在第一时间来关心 尤其我们的圆明会的我们的副主委古仲 以及我们卫生福利处的我们的处长罗文明 楼处长真的是一直在背后来给我们打气 也给我们加油 也帮我们去转达我们部落乡镇云乡的一个心声 6月号开始秀云乡从最北的和平村到最南的闻南村 各部落各入口来设置检测人员 加上4个乡境内自然景观区都有检测人员 为大家10点次焊凉体温 珍惜每天来做好防疫的工作 为了就是要守护每一夜的家园 秀云乡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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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就容易 希望想不到 音乐 以线权 稳分钟 今走路 梳 继续